不要着急 实际上的人要懂得 一个好人不容易生太恶的病 除非这个好人是打引号的 很多人说这个人非常好 他为什么会这种病 我可以告诉你 他是外表好 对人做人做得好 而不是他真正的良心好 真正学博的人 不是要你们外表善良 要你们里边善良 今天我在上面给一个来的召集人 我还在跟他开示 我跟他说了 什么叫里边 什么叫外面 很多人说我对得起良心 你对得起什么良心 日本人当年侵略中国的时候 他说我的长官让我去杀人 我没有办法 我反正就对得起良心 他叫我杀我就杀 我没有办法 但是真正的良心 是你里边的 你想到人是不能杀的 明白吗 我们做人学博 不是要你表面外面的东西 而是要你内心内涵的东西 要真正是里边善良 外面才会善良 就像很多你们买西瓜 或者买水果一样 很多水果 你们上当吗 老妈妈 买了桃子 买了很多水果 外表漂亮吗 里面烂掉 看见吗 明白了吗 道理就是这样 如果一个人单单拜佛 不好好修行念经 跑到庙里穿着衣服 或者穿着那种居士服装在那里 跟着上 像真的一样 认真的不得了 到了最后呢 到了最后我告诉你 他什么都没有 为什么 他里边坏掉了 他是白修啊 而真正善良的人 是从里面修到外面 如果一个人单单学佛念经 他是从外面修到里面 那就是概念不一样 所以台长 要你们全部从里面修起 把里面修好了 外面才会好 就像一个家的房子一样 里面不要漏水 厨房不要堵塞 房间要干净 什么都弄得好好的 你在装扮外面 把外面房子弄得再好 里面漏风漏雨漏水 你说这是一个好房子吗 学佛很难 说难又不难 在于一个物质 开悟的物质 你们今天很开悟 因为你们很聪明 你们知道台长这个法门好 你们知道台长是个好人 所以你们今天很聪明跟着台长 很多人更聪明 拜弟子 实际上你们拜的时候 台长能感应到很多人的气场很差 很多人还不是真正的修 还在不明白阶段 但是台长 但是台长为什么收啊 因为菩萨是慈悲的 是无缘大慈 只要能救人 只要能让你躲过灾难 只要能够让你越变越好 菩萨就会做 台长呢 今天呢 很开心 你们让台长开心呢 待会呢 台长就会回答很多问题 谢谢你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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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